实力强劲的演技派小花 为角色快速射身成功 她是欢乐女孩马思纯花样年华的她 成名的方式 不同于其他童年龄段的艺人 大多数的演员 是运很多的电视剧 打磨演技 记载了很多经验 接着碰到了一个好角色 演出了很具特色的人物 从而成名为众多人熟知 而她 也演过电视剧 但遇到好的电影角色 她抓住机会 全力展示自己 拼搏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演绎之路 有些人认为 有两部影片是她人生的关卡点 一部讲述青春年华的故事 小元时代 两个女孩子的友谊 她是饰演为爱不顾一切的叛逆女孩 这部电影是她在这个邻居的敲门砖 让中人看到了她的潜力 另一部影片直接向大众宣言 她是一位有实力的演技派 因为这个角色更是获得了非常有分量的重量级大奖 这个电影是说两个性格久异的女孩 互相牵绊 互相承赏的一段人生路程 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这么年轻 便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 她内里具有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 很让人欣赏她的一点是 她获得这个行业非常高的荣耀 心态上却无一丝浮华的涟漪 一直没有很大的浮动变化 还是那个有笑点 变哈哈大笑的爽懒姑娘 在角色演绎上 一如既往的认真严谨 人气交往上 和善待人 直爽大气 可以说她能得到这么傲人的成绩 是她自己努力带来的 拼着骨子里的一股韧劲 而争取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和她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透露说 那部青春影片里面的女孩 她一开始的身材是不合适的 她有些风雨了 拍出来不会太好看 后来为了得到这个出演机会 短时间内 她受到了大家满意的程度 才能饰演那个叛逆的女孩 对于影片本身而言 其实她是一个惊喜 她看着是很坦率 也很有性格的女孩 但其实是情感很细腻的人 看她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心情就知道 她的性格方面的展现 那些文字写有很多 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洞察力 实在很难想象是她写的语录 她常常在休闲时间 翻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有时候会把自己领域 道德心得体会 写出来 要很多人感叹 她的感性 她的纯粹 也看到了她内心那些美好的内涵 发光的吸引着众人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这个行业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路来也有争议 有一部分人认为 她是靠自己亲戚 事业内资深演员的原因走到现在 这其实很说不通 她赋予角色本身的魅力 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不能否认她对此付出的所有努力 可能这就是成名后需要面对的一部分 不管外界言论 做自己就好 用心创作出每一个角色 证明自己本身的优秀 不过在工作上拼搏的同时 希望她尽快能寻得自己的另一半